前不久,杨子为了宣传新剧,小米晨沉浸如霜,发动了半个娱乐圈为自己宣传,就在众网友等待秦俊杰是否会为其宣传时,男友秦俊杰却没有动静。 这时就有粉丝怀疑两个人的关系是不是亮亮了,然而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,微博上传出一组媒体拍摄的杨子参访秦俊杰的祖徒,杨子坐到了秦俊杰的大腿上,有书有笑和戏里扮演的角色一样,都是那么的大大咧咧,看到两人那么恩爱,也打破了网友对两人分手的传言。 昨晚杨子发微博无序人非,随后妙杉,拎来了网友的无数猜测,有人猜测杨子发微博是因为新剧《小米晨沉浸如霜》,中小葡萄就像凡杜杰。 当然最多的猜测还是杨子和秦俊杰的关系,因为两个人微博,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互动了,而且除此之外,据网友爆料,杨子把自己的微信头像画掉了。 两人热恋期间,杨子的微信头像,一直是秦俊杰的Q版画像,现在换成了小猴子,就在网友纷纷猜测之际,杨子工作室和秦俊杰工作室,一同发布声明宣布的二人分手。 趁二人于静日和平分手,结束恋人关系,做回朋友。 在此过程中,无关他人,无人背叛,网友们不禁感叹,最近娱乐圈不太美好,明星分手有点多。 即凌晨,看青子,马思纯,欧豪等一众明星都扎堆分手了,还有人疏忽蓝卫视的几个节目《花雨少年》,真正男子汉,亲爱的客栈都有,读,还调侃到想要好好生活,就别去这几个节目了。 就在杨子勤俊杰分手的同时,张艺山的微博沦陷了,网友在张艺山微博底下评论,坐等张艺山追杨子,抓紧吧,取了吧,这些网友怎么都这么优秀,小编也希望杨子和张艺山好。 瞧咪咪的说,有网友翻出张艺山16年的微博,张艺山曾对杨子说过,就算全世界背叛你,我也会站在你身后背叛全世界。 细心的网友还发现,张艺山的微博头像是猴子,杨子不就叫小猴子吗?两个人没准有气呢?小编从杨子眼加幼儿女,实就是他的本,不管怎样,还是希望小猴子以后越来越好啊。